传统书画所用的色料 如果里面含有化学物 也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 黄建和表示 沉浸在化学领域50余年 深知化学品对人体与环境的危害 传统书画用的色料 内含毒性的化学物 非但危害从事书画艺术的人员 和周遭大众 也对环境造成污染 于是开始找寻无毒的书画材料 它的逃处没有毒性 不会污染环境 它是世界上我唯一发展的 然后第二个 我这个做完以后 我还把它加热 加到九百一千度 所以它很久的 不怕水不怕火不怕虫咬 那么我用不锈钢做底材的话 它不怕摔 所以它的好处很多 因为我个人的画画不是很好 所以我现在是多方面尝试 比如说我这边看的时候一些画 用银画 银又太白不太好看 你可以发觉用加巴 银加巴 它的颜色就特别好看 不同角度不同光线 会发觉它的立体变化 我在导览的时候 我喜欢用拿手电筒帮人家导览 这些是我的画 请大家批评 我总共今天带来68件画 各个方面的我都有尝试 我们可以慢慢看 银除了略聚杀菌功能之外 又可以吸收纸外光的高频率 对眼睛相当友善 非常适用于书画素材 所以自从2013年起 使用银作为书画雕塑材料 深入认识浩瀚的化学世界 更能体会环保理念 深具意义 十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